根据股物处理准则 每一个股东都需要建立基本资料 才能在日后进行其他操作时 方便快速地提取或统计相关股物资料哦 首先点选左侧的股东基本资料按钮 画面进入基本资料新增查询页面 点选新增 画面秀出股东基本资料填写的各项栏位 包括证号 出生日期 甚至是细部资料页签中的地址 所有资料填写完之后 按下储存即完成一笔股东基本资料的建档 而因应相关法令的规范 具有特殊身份的股东 公司需要定期申报他的股权移动资讯 StockTime云端股物系统可透过内部人来建档 在股物系统左侧栏位点选内部人 点选新增 如果内部人本身即为原有股东 则可直接输入户号 资料就会自动进行捞取 在重要栏位中填入相关的资料 例如证件种类代码 职位别 席位顺序 选任助记 选任日期 选任时的股数等 按下储存即完成 若内部人为法人代表人 则除了填入自然人相关资料之外 也必须填入法人呼号 才能新增法人代表为内部人 股东基本资料建立后 若需变更相关的资料 则可以输入股东呼号 按下查询 下方资料区会跳出预查询的该名股东 每位股东资料栏位后面都有四种图形 分别可以让谷物操作人员进行修改 设定关系人 身份联络变更 和硬件变更 按下身份联络变更的按钮 进入变更画面 接着按下申请变更 系统上方先秀出原始输入的资料 您可以将画面下拉至更新维护 重新将新的资料一一输入栏位中 或者附加上传相关文件 最后按下储存 即完成申请变更 再来按下硬件变更按钮 点选申请硬件变更 输入变更后的姓名 其他相关资料 选择变更原因 并上传变更后硬件的图档 按下储存 即完成硬件变更的操作 点选关系人的按钮 此部分可以建立与 股东有相关联的关系人资料 点选新增 输入户号 画面跳出该名股东基本资料 输入身份别 关系人姓名 关系人证号 是否申报显示等栏位 并且下拉关系的选单 点选对应之关系属性 最后选择是否为居民 按下储存 即完成关系人新增的操作 如果您希望输出相关报表 则回到云端古物系统操作主画面 点选左侧栏位 任意点选下方您所需要的报表明目 系统就会进入细部操作设定区域 勾选相关条件后 按下输出报表 就能完成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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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